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acky 今天的视频呢,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夏日的妈咪包 那主要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夏天啊,宝宝的防晒啊,防纹啊 我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这就是我的妈咪包 然后呢,就还是原本那个Lululemon的 为什么我会用它做我的妈咪包呢 因为它的口袋比较多 前后呢,这样子的口袋呢,有四个 然后里面呢,它又分了三个夹层 所以我就装东西会比较方便 而且呢,它就比较的轻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夏天出行的话 我会在包里面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先从宝宝的开始说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它要戴的一顶帽子 这个帽子品牌呢,叫Gen&Ju 你可以在Amazon上面买到 可以给大家发一个链接 然后呢,在那个West Coast Eats里面 你也有买 这个帽子呢,就是它可以遮到它的后面的脖子嘛 它的帽颜比较大 所以说呢,它可以遮到的范围呢,会比较大 因为在北美嘛,真的是阳光紫外线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呢,SAC的皮肤呢,又比较敏感 它太阳晒了之后呢,就会发红啊脆皮啊 所以说我会给它买一个帽颜比较大的帽子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有一个帽颜下面呢 会有一个带子嘛,就是可以扣住 然后使它这个帽子不掉 因为像它这种小孩呢,还不太懂得戴帽子的重要性 就经常会把帽子拿掉,或者封一圈帽子会掉嘛 所以说呢,这款帽子我就觉得还是比较的实用的 那接着呢,就来说一下防蚊的 防蚊的话,其实基本上我就会买这个off的这个family care 还是会建议说六个月之后的宝宝采用这样子的东西 那它呢,就是最好呢,就是不要直接喷在皮肤上,喷在衣服上面 没两个小时呢,最好就补一次 因为现在外面就是今年的蚊子特别的严重嘛 出去玩的时候呢,喷off就是特别的重要 因为这边的蚊子不知道为什么,一咬之后它会肿起来一个包 所以小孩出行的话,防蚊是特别的重要 除了这个off这种防蚊的喷的嘛,我还会给它贴那种防蚊贴 那就是这种,它的包装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给它贴在它的衣服上啊,帽子上啊,它的stroller上面 那它这个里面呢说是使用了天然的精油呢,会比较的安全一点 如果说我带它出去洗完澡的话呢,我就不给它喷off了 只是出去散一个布的话,我就会在它的衣服上贴一下这个 那如果说是去到那种特别野的那种树林里啊,虫比较多的地方呢 我可能会这两个就结合起来用 那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两个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接着呢就是宝宝的一个水杯 这个水杯呢是Newbie这个品牌 然后这边有一个按钮按开啊,然后它就可以喝水嘛 它好像自己蛮喜欢这个水杯的 反正我给它的水杯也是买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呢,我可能更喜欢这个 因为它还有一个把手嘛,你可以拿着 对,这个就是它的水杯 夏天出去玩的话,你就是带好充足的水也是特别的重要 然后和大家介绍一款这个防晒 就是这个Avino的这个Baby的防晒 这个类型的防晒呢是我现在自己试下来 这是最喜欢的 它就是这样子打开,然后就是里面是膏体的嘛 然后你把它,下面有一个旋钮,你把它这样转出来 转出来的话,就可以直接给它擦在这个身上嘛 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一块 一个是呢它的体积特别的小 你看它还没有我的手长大 如果说你出去玩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不想带一个妈咪包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然后呢给它稍微补一点防晒会特别的方便 第二个呢就是它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因为我用过防晒一个是那种喷的 喷的防晒呢其实对小孩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因为我儿子现在是16个月 他还是会那种不太受控制 就是到处会走动 所以说你喷的防晒呢我就很怕 喷到他眼睛啊或者喷到他嘴巴里 那这一种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涂抹式的防晒 涂抹式的防晒呢就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定下让你给它涂嘛 所以说涂下来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的好 这一种呢就是你拿着它手这样子滑几下 特别快就已经可以把那个防晒涂到它的身上了 而且呢就是你特别小只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那我自己也可以擦 就是这样子随便你就滚几下 防晒也就补上了 那它呢是在水里面可以有80分钟 那你带孩子去那个沙滩玩水啊或者带他去那种喷水池啊都可以用 以前也买过就是不一样的品牌 用起来感觉也差不多 就是这样小小的一支防晒 现在是我的最爱 然后带小朋友出门呢你不能少的就是零食 这个就是他现在比较喜欢吃的吧 里面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的 因为你带他出去玩 比如说在路上时间比较久的话 就是小孩会闹嘛 那像我儿子呢他你给他玩具呢并不能制止他的闹 你得给他食物 也有可能呢就是出去玩的时间比较久嘛 他可能会肚子饿 所以说呢我都会准备一些这样子的零食 这个呢我就是在superstore买的 这种organic的零食 就是大家带出去的时候记得带上这个盒子 因为它很容易碎 然后呢就是一些尿布啊湿巾啊这种就是基本款 你带孩子出去的话尿布湿巾就是不能少嘛 接着来说说我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的东西就特别的少 一个呢就是一个防晒帽 这个防晒帽呢我就是在优衣库买的 优衣库呢就算是我找到的比较价廉物美的 它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反正也不是特别的贵 这边呢它有一根抽绳嘛 如果说你这个帽子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把它抽小一点 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嗯它可以随便的折 你就是这么折你放在包里面都没有问题 它效果这样效果还是可以 是我基本上出去玩的时候呢我都会戴这个帽子 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脸上防晒都没有擦 我就用这个帽子 然后用下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对如果说你夏天想要带孩子出去玩 想要让孩子玩的高兴的话 你就不能怕晒黑 除了防晒帽之外呢 我的包里面还会常备一件这个优衣铺的防晒衣 对这个防晒衣防晒效果也是很好的 我一般都会是开车的时候用 因为它开空调的话呢 你这个防晒衣穿着呢还不会特别的热 但是你真的去户外玩的时候呢 这个防晒衣穿着就是有点太热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防晒霜 然后呢你看我就是随便把它团一下嘛 它就可以团的特别小 摘在你的包包里面 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这基本上呢就是我夏天出行非常精简的防晒和防纹的产品 对今天的mommy bro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其余的就是一些我的手机钥匙钱包的这些东西了 希望这支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 然后B站的朋友记得要一键三连哟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哦还有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会在这个上面呢更新我平常日常的生活啊 还有我用到的一些好物也会在上面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谢谢你的收看拜拜